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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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賞切龍珠交通工具的這一套的B賞 B賞就是孫悟飯 那時候在沙旦市 就讀橘子欣高中的時候 看樣子 車子 自行車 是跟他老爸悟空是一模一樣的 先來看 悟飯的這個 高中時期的模樣 前面的一撮瀏海 表情是還不錯 尤其是從側面看 正面還不差 那時候悟飯是 處於比較短的這個 黑色的頭髮 那這邊你就可以看到 這個字膠水 原廠的 他沒有把它抹乾淨 然後整個 橘子欣高中的字符 這邊寫個H 就是英文高中 H的這個縮寫 然後腰帶的部分 這個 背包有扣環 整個非常學生服的打扮 背包 也都還算不錯 剛剛外面是一個黑色的背心 那清楚的可以看到 都有漸層感 然後膚色尤其是輪廓線的這邊 都走一個膚色的漸層 都走一個膚色的漸層 然後胸肌的部分 然後車子跟悟空 其實就是一模一樣的 這種金屬感的地方 全部都有呈現出質感之外 然後霧飯 褲子的下半身的漸層 然後皮鞋 也是走一個霧黑色的 然後車子 跟老爸的車子一樣好看 大盤 變速器 鏈條 輪胎的地方 腳踏板 全部全部的 金屬質感都有呈現出來 煞車線的部分 煞車 的地方 自己是覺得 交通工具真的是非常非常正點 像椅片 超帥 可以清楚的看到 悟空悟飯雖然都是 騎著自行車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 他這邊的支架是坐在右側 然後悟飯的支架是坐在左側 悟空就是 顏色 非常非常的繽紛 悟飯就走一個文青的路線 那相對的 悟空的 這一個 垂直的腳是有支架的 然後悟飯的垂直的腳是沒有 他是彎曲的這邊 做一個支架的孔 然後把它撐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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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悟空的這種休閒感你會覺得更加更加明顯 但是畢竟悟飯小時候他就是夢想成為一位學者 所以他的文青峰的這個集市感 你會覺得相當相當的強烈 配上了他這些造型 整個在騎乘單車 非常青春洋溢的模樣 也是相當相當的好看 那當然自行車的造型是跟悟空是一模一樣 就是配色上面的不一樣 然後加上人物的造型 有所不同 那這一隻 悟飯騎乘單車的交通工具 我自己也是覺得非常的好看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Love&Peace 掰掰